台北最美的玫瑰園 曾經的滑坡場地 玫瑰讓愛延續 讓雅各告訴你 台北最浪漫的軌跡 跟著雅各一起去旅行吧 台北玫瑰園 位於台北最中山區 新的北部山段105號 位於原本的花木的附近 距離園山站的話 其實要走一段長長的距離 附近相對來講是比較好停車 可以搭捷或是起路牌很快 都可以很快 我們前進的方式 其實是從 新生的收水載方向過來 一路前往 所有的花海區 玉種花園跟玫瑰園 首先呢 會進入所謂的玫瑰玫瑰口 沒有,往這邊走 沒有,其實就往這邊走 這個新生公園呢 包含著這個以前花博的區域 那最近有一些區域在維修 好像玫瑰園在開放 如果有些區域的話 玫瑰園都開了 大家去看一下 玫瑰公園入口處 四周有一個高高的花牆 這花牆呢 基本上它並不是完全是玫瑰包圍 它有一些花會 融合在一起 非常有拍照的價值 花海區是我們到達的第一站 那 不時有飛機能過 我們走到花海區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密閉 茂密的玫瑰園區 基本上呢 你在那邊行走的話 不用擔心會迷路 因為路非常的直 要好走 所以呢 你在那邊仔細走呢 你可以慢慢欣賞 以及品味 這個玫瑰的特有的香氣喔 走在玫瑰園步道中 可以聞到玫瑰淡淡的香氣 當然啦 玫瑰本身帶有一些堅持 在行走之前 特別小心的四周是否有堅持 那避免誇傷 特別注意的是小朋友呢 不要讓那邊奔跑 已經滿危險了 那我們繼續欣賞這個園區的時候 會突然發現說 其實裡面呢 一些玫瑰已經開始凋謝了 是不是過了這個玫瑰最繁忙 會茂盛的時期 這個我覺得應該是有的 可能在找一些時間點上面的話 或者可以看到比較繁忙的玫瑰花王 那這邊的玫瑰的話 包括它的整個園區 以及它的欄杆 都有帶有玫瑰的意思 那這個品種種類眾多喔 當然我會覺得說 它完全不輸給這個 所謂的失靈觀力的玫瑰 我個人覺得偏好這裡的原因是很少 你都能夠擠在一起 那走起來就非常悠閒 那我個人非常喜歡 當然這裡很少緣故 拍照打卡真的很方便 不用跟人家擠在一起拍照 你怎麼拍都沒有人 那這邊的玫瑰啦 我個人覺得啊 這裡花海區其實 花的樣子並不是最漂亮的 我個人覺得傾向於另外一區 那我們今天把這個先去塊 先走完 告訴大家 哪一區是最好拍照的地方囉 先前進 這個玫瑰都有吃 我非常被它吃到 因為它八月份快九月 這個花狂不是那麼好 但是也是可以來這邊逛逛 我們即將走到花海區的鏡頭 往北方看 你可以看到這個 所謂的市民越南市 那這個鏡頭的方向 其實玫瑰的一個密度也非常非常高 當然呢 這裡的池也非常非常下 我覺得說這裡 這要注意小朋友的這個移動動向 避免割傷 那我剛剛看大部分的這個區塊玫瑰 大部分是凋謝五居度 這邊有長亭霧霧景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長亭霧 之後我們走到花海區的末端 那這裡的花也是非常非常多 那當然除了花多之外 這裡的這個玫瑰香其實最濃郁 最強硬的地方 你可以這邊稍坐停留 然後拍個照在走 那這邊有一個很大的那個金屬的 就是因為不知道是裝置藝術還是它 是特有的的 庭園風格 那已經被玫瑰花所包圍 那我們前往的 獄種家花園這個區塊 這裡非常非常好拍照 這個士林觀禮 你覺得嗎 這裡是非常熱門的拍照地點 那我個人非常非常推薦 對啊 所以它會噴水嘛 對不對 它在空氣鳳梨下面也有 這裡除了玫瑰花 當然少不了多肉植物 跟其他植物的這個布景搭配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漂亮 好好看 那當然在稍坐停留覺得 是沒問題的 但往北方看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 這個是所謂的市民原來市 那我們稍坐停留 我個數十分鐘好好欣賞這裡的 玫瑰花特有的景致 與其他植物進行的種種搭配 顯示這種王家特有的風貌 風貌 那一種擴放是原因 植物的布展區塊了 那我們記得往前面繼續走囉 這邊玫瑰花並不是非常多 但是整體非常非常好看 這種夏季的這種 Villa的風格不錯耶 這個適合台北人 就是夏日來這邊走一走 那這個區塊 很多雙枝藝術沉溺其中 與這個玫瑰花搭配起來 非常好看 那我個人覺得喜歡的是一種 像是菊花形的這個玫瑰花 不知道大家喜歡是哪一種玫瑰花呢 喜歡尖形的還是喜歡多種層次的 或者是粉色系的玫瑰 還是帶一點粉 帶一點紅 以及像是淡淡的墊成 或者是純粹只有玫瑰香氣的玫瑰花呢 歡迎在留言區跟雅各來分享 你最喜歡的是什麼樣的玫瑰花 那今天我看到另外一個玫瑰花 帶一點橘色 帶一點粉色的混合體 感覺就是蠻稀奇 這個玫瑰花香氣 不是那麼常見的 那常見就是那種紅大紅色 珠紅色的玫瑰花很多 反正在市面上那種白色的玫瑰花 不是這麼受歡迎 可能對華人的喜愛感度也很差 當然紅色是最多的小環 怎麼看怎麼都耐看 那粉色系的話也是適合守給 親愛的人 當然我會覺得說 不論什麼樣的玫瑰花 誠意是最重要的 那我們到玩這個布展具 要先往五彩玫瑰圈區塊 這個玫瑰圈其實蠻大的 就是要花個半小時 或者是一小時 看你的停留時間 來做的原地 當然這裡遮蔽物比較少 然後旁邊看到 寒地形撒水的動作 表示它很激 有固定時間在撒那個 狡猾的動作 好 等待這個撒水結束之後呢 我們進入五彩玫瑰圈區 這玫瑰圈區的話 主要是一些 組合各種各樣的玫瑰花的品種為主 所以它看著看著看單一的玫瑰花 不像是這個我們剛剛前面來的 整片子整排都是一樣的玫瑰花 它比較像是造景主題的玫瑰花 像是這個隧道上面 真的搭配不同種玫瑰 那走到隧道上面 也像是一種溫裡拍攝現場一樣 那我覺得這邊很適合拍婚殺 這是一定的 那當然也看著不一樣的玫瑰花之外 我覺得這邊的玫瑰花相對講 其實比較多花包的 雕屑的情況也比較少 那 雕露這條拍照的話 這邊也蠻適合拍照的 但它少了一些裝置藝術的搭配的話 純粹看玫瑰花是也是不錯的選擇之一 如果靠近另外一片的水質上面的話 你應該要拿另外一種 像是藍尾草植物的這種搭配起來 由玫瑰的進行搭配 並有一番烏味 好像是烏味殺到場景的故事主題 那走買看花之縫 我們即將到了這個園區的尾聲 除了玫瑰花西藍外 還有其他的玫瑰藍也去瞧瞧 當然這裡也少不了多諾植物的這個特有搭配 那既然以前是花博 那少不了各種植物的搭配囉 那我們走到這邊的話 其實就是園區的最末端的圍聲的地方 除了欣賞多諾外 也可以慢慢走走神山步 其實非常不錯的假日生活時光 所以每一般其實是羽品種區啦 那羽品種區的話 花洞的種類也不是那麼多 比較單一系的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探索 即將到這邊要結束囉 那你對於台北玫瑰花園 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當然你也可以在郵文區 跟雅各分享今天看到的心得 還是什麼心點去 常常沒關係最好的時候 那我只將把這個上坡不屬的圍牆 準備及起飛的降落 我們這次的旅程總要結束囉 那我們下次見囉 那拜拜啦 我們下次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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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囉